HELLO 提到香港街頭小食 相信一定有它份 就是咖喱魚蛋豬皮 不知道你又喜不喜歡吃呢? 看到都香噴噴 首先一起去買魚蛋 我很喜歡來這間店買的 因為它有不同種類的丸 連炸魚皮都有 看到後面工場都在 所以非常新鮮 今次買一斤炸魚蛋 在開始之前 請你也可以Like、點讚 Subscribe、訂閱我的頻道 按鈴鐺 訂閱我的頻道 每一個訂閱都是非常重要的 多謝 首先是豬皮 我們放一湯匙的醋 進去清水裡 主要的作用是 帶了一些髒東西出來 以及披露了一些味 我們將豬皮 我們將豬皮放進水裡 浸泡大概一小時 然後我們拿乾水 看到水裡 經過一小時之後 看到黑色的髒東西 很神奇地都出來了 我們再用水沖一下 然後可以剪開一塊塊 然後我們煮沖水 同樣放一湯匙醋 然後把豬皮放下去 不用煮太久 煮兩三分鐘就可以了 主要是把味道帶出來, 披走味道 然後用水, 又是把魚蛋放進去煮一煮 大概兩分鐘就可以了 把多餘的油份拿出來, 這樣就可以健康些 接著我們切乾蔥頭 把它切碎 然後就是蒜頭, 同樣地切碎 這些就是今天的材料 後面那碟魷魚, 如果你喜歡吃的可以放不放都可以 醬料一會兒會逐一講 首先我們慢火 燒熱些油, 記住一定要慢火 將乾蔥頭碎和蒜頭碎放下去, 慢火炒 接著就是加咖哩醬, 兩湯匙咖哩醬 記住要用慢火, 因為很容易會焦的 接著是甜醬 一湯匙 蠔油 蠔油 也是一湯匙 記住保持著小火 在這個時候聞到很香 接著是魚露, 一茶匙 魚露的鹹味已經足夠了 所以不需要加醬油 再加水 大概是一碗水 250毫升 接著是冰糖 再加一茶匙雞粉 如果不下也可以 加一茶匙雞粉 我們煮沸騰 然後在這個時間 就可以將魚蛋全部放進去 拌勻 還有豬皮 慢慢將火由細火調至中火 煮滾 好了, 我們煮到很滾 整個過程大概煮五分鐘 用中火就可以煮滾 這個時間可以上碟 淋些醬汁上去 嘩, 聞到都香噴噴 味道跟街邊煮魚蛋的味道 很相近就是那種味道 再多些醬汁 多謝你收看今天的影片 希望你也可以 Like, Comment, Share和 Subscribe 訂閱我的頻道 你每一個訂閱對我來說 都是很重要的 多謝你的支持 下次再見, Bye Bye 那邊, 見到大家 再見, 見到大家 再見, 見到大家 再見, 見到大家